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我们在明哥聊太极的频道里 聊过很多的恋法 昨天有一位粉丝朋友 说能不能多聊一点太极拳的恋法 主要的恋法就是 我原来聊过的话题 像淋浴水从上面冲下来的感觉 踩棉花的感觉 踩梅渣 踩棉花 踩水的感觉 还聊过的搭符的感觉 手搭到东西上的感觉 依靠靠在墙上就身上放松的感觉 那么今天呢 还有像溺水的感觉 顶水的感觉 那么水中打拳的感觉 最主要的方法 这些今天呢 有一个朋友说呢 把这个吸收的感觉 能不能再聊一下 所谓的吸收 怎样去练这个吸收 用吸收的方法 来放松自己的身体 就是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比如说 我现在在打拳的时候 那么我眼前看到的房子呀 树呀什么东西 就是都是非常渺小的 就是我 我现在打拳 哪怕是 我一点力都不用 但是呢 这些东西 哪怕是钢铁 哪怕是钢铁 在我的眼里 它都会 都会像 我一时就把这个汽车 都化成蒸汽了 哪怕是钢铁 它遇到我 它也会变成蒸汽 就是这种心理的状态 就是所有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 吸收 这些房子 这些树都能被我吸收进来 吸收进来都变成火气一样的 那我一点力气都不用 这些东西都会化为 我都会变成气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吸收 那么民歌聊太集呢 就是说 只谈实际 不聊理论 至于它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 要练这个吸收 为什么要这样练 我们都不聊 我现在要聊的就是 这个方法 那么大家在 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打套路 你现在就是光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现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在我的前里 都是像 遇到我 它就 把它像化成空气一样的 你钢铁 汽车 在我的心里 都简直就是一个空气一样的 就是空气一样的 就是这种 你用简单的动作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动 我稍微一动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变成空气 都可以变成化成水 你是钢铁 你遇到我 你也会变成水 你在这种简单的动作 我先练一遍 先感觉感觉 感觉感觉 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想你的太极拳的什么 虚灵顶进 寒凶八倍 这些东西你都不想 你只想着这些 所有你的所看的东西 你所听到的东西 你所想到的问题 你想到的生活中 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你的心里都不是问题 你是可以指挥 所有的宇宙 所有的物体 在你面前都是一文不值 这呢 我们聊实际 所谓实际 我们就聊这个实际的练法 这个练法就是这样 先用简单的动作 你看 我这个房子我也能提起来 但是一丝力都不能用 那么把这个房子树什么 你什么东西你遇到我 你这个遇到我 你都是变成像空气一样的 你根本都不在话下 用这一种方法 其他的东西都丢掉 只想着这一个东西 你看 这些房子树 这都是像空气一样 那么用这一种方法来找这个感觉 这就叫吸收 吸收 你就是汽车 钢铁 那你遇到我 你也会变成气 没有了 这一种东西 那么找到这个感觉以后 找到用这一种潜意识的这一种诱导 然后呢 就是使你的身体充分的放松 不要想着具体的我要放松哪一块呀 我要想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在这个 这个动的过程当中 你想到了所有世界上所有的难题呀 你所有生活中的苦恼烦恼或者遇到什么事都不在你的话下 那你现在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用这一种潜意识的诱导 使你的身体充分的放松 这就是我们原来说的所谓的吸收的方法 吸收 马上东西都吸收进来 因为这房子都可以吸收进来 那么 那么 这个 在明哥聊太集的一千多个视频当中 肯定有聊过的 也很早很早以前就聊过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这个 对于没有松下来的人呢 是有点困难 找这个感觉 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聊的呢 就是 就是说呢 和原来明哥聊太集 聊这个吸收的方法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 这个 我们今天呢 就重新把这个东西 听起来 你一听起来觉得这没啥 啥都没有呀 那么 你先不要发表你的议论 这个发挥你的想象 先不要 先按照我说的这个办法 去做一个誓言 做一个实践 去实践 实践好了 你找到这个感觉以后 你打拳的也是一样 你打拳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什么规矩都丢掉 先练这个东西 我自己这段时间 比如说我重点要练这个吸收 那你看 我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人了 都不在我的话下 对不对 都不在我的话下 那么 这把这个套路打完 你打这个套路 这个套路是错对 什么错对 我就是对的 天下第一的 这都是 我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所有东西都 我一看它 它都会变成空气 我眼神 都会变成空气 我不要说 我手动了 用这种心理 诱导自己 充分的放松 这个方法就是吸收 这个现在呀 还有的粉丝朋友 还会问 明哥 这是不是这个 明哥 这是不是这个 还有几个粉丝朋友 经常问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明哥 你聊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想呀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呀 不要去理解 你不要去想 你就按照明哥 说的这个东西 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民间的传承 说民间传承传承 传承嘛 你 我这个 这个衣服 我传给你了 你拿起来 穿上就行了 你至于说 你不要管他 怎么穿呀 这个衣服 能穿多长时间呀 你为什么要把衣服给我呀 你不要想 传承给你 你就拿着就行了 拿着就行了 所以说 传承 你要继承 继承 传承 那你知道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好 那么 你乍一听这个方法 感觉啊 这不是一个方法呀 这啥呀 明哥在胡说八道 你过 练一段时间 你就会感到 他的奥妙无穷 虚伪无穷 那么最后 我还要加一句 他的威力无穷 还有的朋友 粉丝朋友 看过明哥的视频说 哎呀 你上那台打一下 你就知道了 我要挑战你 这些东西 跟我们练太语权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会打 我不想打 我也不会打 我没说过 我要跟你打 我很厉害 我没说过呀 我没说过 如果我输了 我很厉害 你们都打不过我 那你来挑战我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我们跟我们练太极 都没有关系的东西 这个就是 我今天要强调的 就是不要 问为什么 也不要问别的 不要说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可以不可以那样理解 不要发挥你的想象 民间的继承 你就继承下来就行 所以内加权说 他难难难 难在哪里 就难在这里 这里 这里是哪里 就是 别人给你的东西 你们能不能全盘接收下来 至于你接收下来 你的革新呀 创新呀 那是别人的事 跟我不管 你创新你的 你革新你的 你改革你的 你怎么改权也好 你怎么去理解也好 跟我没关系 老师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就可以了 做到这一点 你就一定会有成就 那么 今天讲这个吸收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方法 所以 那你为什么要说第二遍呢 这个民间的传承的东西 就是老师天天说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小孩子不听话 大人就天天说天天说 你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本来面目 就是民间传承的一个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 本来就是这样的 民歌聊太极这个频道 开展了初心 就是民间怎么传承 我们怎么讲的 不去像那些专家一样 把它剖析 把它分析 理解 我们不搞那个东西了 我们就搞实际的东西了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我们聊了这个方法 其实呢 确实我个人 从这个吸收这种练法中 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方法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 听起来非常空 觉得没啥呀 这有啥呢 你看这有啥呢 我现在在说话 我说话 我根本都不想着你听不听 你理解不理解 或者是你愿意不愿意 接受我的观点 我根本都没有那些心思 那我现在就用这些东西来诱导你的身心的放松 身心的放松 这个是 所以又提到民歌经常讲的那个什么叫做真传一张纸 假传万卷书呀 真传就这一点点 就这一点点 你太阳你太阳你太阳都不在我花下 你太阳照着我的眼 照着我的眼就照着我的眼就是了 对不对 我就B点又怎么样呢 你又不能怎么样 我能把太阳抓来 这一种诱导自己放松你的身心 这个东西就叫吸收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 然后你就自己去琢磨去体会它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 那么关于这个吸收的练法呢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它 听起来很空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相对其他练法又高级一点 那么顺便说一下 民歌说的这个千千万万 成千上万种这个练法 这些练法都是为了放松 所以你为什么要反复的说 这个杨成普在交这个太极拳的时候 那个他的弟子是谁 这一回想不起来 他说杨成普在交拳的时候 一天不说话 但是呢 唯有放松的松子 一天要讲几十遍 几十遍放松 他为什么要讲几十遍 对不对 那么就是就要反复的讲 对不对 反复的讲 但是呢 也有这个 在这个我们这个两万多粉丝里面 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说呀 这几年 就是跟着民歌聊太极这个频道 按照民歌的练法 确实得到了很多东西 得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确实是受益匪浅 我看到我心里非常舒服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得到 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呢 说方法比努力重要 这个方法就是 你拿过来 别人给你你拿过来 不要问为什么 也不问啊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想 你不要 你就 我怎么想 你就怎么想 这样 就是一种继承 就是一种串承 好 那么关于吸收的练法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 转发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嗯 statutory 转发点赞收藏关注 属译 转发点赞收藏关注 转发点赞收藏关注